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习近平获得了博士学位 1975年 习近平获得推荐进入清华大学化工系基本有机合成专业学习 在大学期间 习近平结识了同为化工系功能兵学员的上架部室友陈希 两人同龄同系且同事体育迷 使得他们培养深厚的友谊 外界有所不追的是 习近平和陈希之间铁哥们关系的一个最重要情节是 陈希是习近平的驻党介绍人之一 由于父亲习仲勋被打成反党集团的议员 习近平被归类为黑帮子弟 习早年曾经九次申请驻党被拒 至第十次申请入党时 习近平得到在清华大学担任学生党支部书记的陈希 作为两名入党介绍人之一 习才得以加入中共 后来 习近平在清华大学读博士 据说就是陈希 在幕后牵线搭桥 习近平曾在清华大学 人文社会学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 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 在职研究生班学习 或法学博士学位 中共十八大上 习近平上台出任中共总书记 陈希视图也随之高歌猛进 习把自己的人事总管职务交给陈希 中共十九大上 陈希担任中共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央组织部部长 中央党校校长等要职 据悉 中组部掌管着中管干部的生杀大权 而不同层级的组织部门单线联系自上而下 形成机密严苛的中共黑帮体系 但时事评论员石川云曾撰文表示 随着时间推移 不出几年 习还在权力顶端 熟人全臣坐大 相互真功甩锅也是必然 最危险的是老臣退位 同样年迈的习 争把持权力 朝中满眼都将是陌生人 习不可能真信他们 他们也不可能真效忠习 这是后习时代的忠诚危机 祸起萧强 将是红朝终结的一种可能方式 备受舆论关注的江苏体恋女一案 4月7日宣判 拘禁体恋女长达20多年的 董志明被判刑9年 参与拐卖的5人 被判8年至13年不等 据德以Palk Times报道 4月8日中国维权律师吴绍平指出 这个案子中共显然是避重就轻 他说 铁链女从被拐卖到董基村开始 经历了20多年的虐待 这已经足够严重了 更何况给她造成了精神疾病的加重 从法律上来讲 这些人都应该被中判 特别是对董志明判9年争议较大 有人抓一只鸟 判的刑期都比董志明要重得多 说明人不如鸟 这也是体现了中共法律的严重问题 它根本就是漠视人的权利 对于此宣判 中国亿万民众表示震惊 愤怒 并纷纷追问 铁链女人在哪 中国民主运动义工陈立群说 铁链女非小花梅 张冠离带 必须继续追问 官员一个也没被追责 天理何在 中共党媒新华社7日称 小花梅患有精神分裂症 报道称 记者在治疗小花梅的医院了解到 经过一年多的医疗和照料 小花梅病情得到控制 身体状况稳定 现在可以跟医护人员简单交流 但仍然存在认知障碍 北京资深媒体人高瑜发推说 既然她的状况稳定 就应该让她出面 谈谈她是谁 谈谈她对徐州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决的看法 去年2月 大陆调查记者赵兰健两次前往云南实地调查 小花梅舅舅 否认铁链女是小花梅 赵兰健说 小花梅跟铁链女不能混为一谈 两人一个40多岁 一个52岁 他们怎么能是同一个人呢 还有当局在审案的时候 铁链女都没出庭 陪审员 复联代表 代表了铁链女的意志 当事人不能出庭 她的亲属还不能出庭吗 连这样的环节都缺失了 证明这个案件就是一个草菅人命的案件 他说 去年铁链女专案组的三个徐州刑警跟我面谈了一天 他们都是 心知肚明的铁链女不是小花梅 但是他们拿到了我的证据 依然黑白颠倒 等于执法犯法 赵兰健指出 铁链女案件的背后是徐州公检法 复联一起颠倒黑白作假案 这种行为远远比人口党外的犯罪分子要恐怖 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结束与美国参议院议长麦卡锡的会晤 于7日返回台湾 中共东部战区随即宣布自8日起至10日 在台湾周边海空域进行为期三天的环岛战备警群和联合历舰演习 东部战区发言人称 这是捍美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必要行动 不过 相比去年8月 时任美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时 中共军演的规格大象 台媒报道指出 首先 中共党媒的 反制规格降低 去年8月 党媒《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均在头版发文表态 而此次相关文章只等待4版 其次 中共军演强度减弱 去年8月的围台军演 中共军方封锁台湾海空交通 并划出海空管制区域 此次军演卫设管制区域 采用普通的海巡船巡航模式 此外 军演发布规格也有所降低 去年军演由新华社授权公告 并配上一张围台示意图 发稿地是北京 今年则由东部战区公告 无配图 发稿地为南京 据中共官媒报道 8日 东部战区海军驱护舰 轰炸 电子干扰 加油等机型 火箭军 长岛火力单元等任务兵力 都向预定区域集结 展开作战部署 9日上午 台湾国防部表示 在过去的24小时内 发现71架中共军机和9艘军舰 短暂越过台湾海峡的中线 台湾海洋事务委员会在YouTube频道发布一段视频 显示台湾军舰敌华号与海岸警卫队的船只同行 正在监控一艘中共军舰 但没有给出确切位置 一位海警官员通过无线电对中共军舰喊话 你们正在严重危害地区和平 稳定和安全 请立即掉头离开 如果你们继续前进 我们将采取驱逐措施 不过 中共此次军舰已走过场 路透社引述台湾一位熟悉安全规划的不具名官员的话说 今年中共军机与军舰只是短暂越过台海中线 这与去年8月不同 那一次两岸的海军舰艇曾经发生过对峙 这位台湾官员还表示 目前的局势是在预料之中 而且也处于可控状态 据美国之音报道 共军东部战区自4月8日至10日 在台湾海峡和台湾北部 南部以及东部海空域 进行历时三天的环岛战备警军和联合力舰演习 声称将出动多种兵种全方位进行所谓北岛射压 对此前国代黄鹏孝在脸书发文指出 中共这样的演习阵仗 对台湾人民而言早已见怪不怪 丝毫不影响人们周末聚餐和出游的愉悦性质 对于恰巧在6日至8日 率团来台访问的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麦考尔 以及全团8位跨党派重量级国会议员而言 却是毕生难忘 印象深刻的旅程 让他们贴近感受中共穷兵独虎 破坏台海和平 威胁霸凌台湾的恶行 黄鹏孝点出 掌握外交委员会主席要冲的麦考尔 其在美国众议院的重要性不强于麦卡锡众议长 至于同行的众院外委会印太小组主席 韩裔的金应玉与首席议员贝拉 金融服务委员会副主席希尔 都是其具影响力的国会重量级人物 黄鹏孝说 当麦考尔访台期间 中共军委会习近平主席 不惜劳实动众 再度发起规模不小的围台军演 等于是帮蔡英文为麦考尔访问团进行了一场 有声有色最为写实的中国威胁论简报 难怪麦考尔毫不犹豫地提出 美国国会将尽一切所能 促使加速对台武器的交付 同时承诺美国也会提供台湾的军事训练协助 麦考尔还深有所感地总结 这不是为了发动战争 而是为了追求和平 黄鹏孝指出 这一团访台的美国国会重量级议员经历这场 中共军演威嚇 将更坚定地推动各种抗中保台议案 对此有评论表示 中共再一次搬起水头砸了自己的脚